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之后 很多研究和报告都显示 相比起其他年龄层 儿童感染新冠肺炎的几率和死亡率是相对低的 让原本免疫系统脆弱的儿童反而就成了幸运群体 也让爸爸妈妈少了一层担忧 不过最近有报道却指出 父母可能要担心小朋友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 可能会染上另外一种疾病 西方媒体报道 近期包括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在内 欧洲多国出现当地儿童 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患上传体症 案例是激增的 所以这就让医生开始怀疑 新冠肺炎病毒可能诱发了传体症 Kawasaki disease 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英国儿科加护学会早前就警告 过去三个星期 英国出现多重器官发炎 而送进加护病房的孩童增加了 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担心 出现发炎症状的英国孩童增加 是不是跟新冠病毒有关 还是有其他还没有被查出的 传染性病原体导致呢 那至于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那里也发出了相关的警告 纽约州长科默日前召开记者会时就指出 当地有三名儿童因为感染新冠肺炎 造成他们出现 类似川崎症病症的并发症 进而死亡 他还警告 疫情肆虐期间 大家都误以为 年轻人是不会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 不过现在这些很可能不再是事实了 过去一个星期 国际多家媒体报道 全球在爆发新冠肺炎的当儿 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国 发现多名儿童 身体出现原因未明的神秘严重炎症 部分患者松苑时 发高烧和动脉肿胀 疑似患上严重川崎症 甚至有儿童因此死亡 一些医学专家怀疑和新冠肺炎有关系 正在展开调查 我们已经在近几天 认识到孩子们的症状症 可能是一个河河河的疾病 川崎症成因不明 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幼童 在亚洲更常见 这是一种全身血管发炎的疾病 一般有发烧 皮疹 淋巴肿胀等症状 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动脉发炎 而英国皇家儿科和儿童健康 血院院长罗素维纳表示 目前儿童身上出现的这种症状 和感染新冠肺炎的常人 所出现的症状非常相似 虽然如此 但专家们也认为 现在要认定新冠病毒和川崎病相关 依然言之过早 新冠肺炎是不是真的会诱发川崎症呢 关于这一点医学专家还在研究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段期间川崎症的病例确实增加了 所以英国国家卫生局才会出来警惕 父母必须小心为上 刚才在画面当中也解释了 川崎症Kawasaki disease 其实它是一种全身血管发炎的病症 川崎症的病症就包括了 持续发烧超过五天 全身或四肢出现皮肤诊 结膜充血以及发红 颈部淋巴结肿胀 那口腔黏膜也会变化 手脚末梢会出现腐肿以及红斑 那要是患者出现了以上其中五种症状的话 就可以被诊断为是川崎症了 而为人父母者千万不要以为 心血管发炎是小事 如果不及早治疗 血管狭窄会引发关心病 血管曲张更会出现心包积穴 影响血液输送 结果严重的话还会致命呢 那其实呢 川崎症算是相当常见的一种儿童心脏病 但是现在问题是在这段期间患者人数突然增加 而且病因未明才让医学界开始怀疑 或许是跟新冠病毒感染有关系 才让免疫系统产生反应 进而导致心血管发炎 英国卫生大臣也承认 他对于这种神秘的并发症非常担心 因为有部分患者没有收到新冠病毒感染 让诊断变得更加复杂 而当局也正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那除了英国之外 西班牙小儿科协会最近呢 也有医生提出类似的警告 那这个协会就说 这几个星期有些血龄孩童出现不寻常的腹痛 伴随着肠胃症状 可能造成小朋友在几个小时内出现休克 低血压 心脏病等等问题 所以呢 就提醒家长在发现类似症状之后要尽速送医 而另外在意大利北部的疫情重灾区 当地媒体报道 有异常大量的九岁以下人同疑似患上严重的传奇病 那伦巴地区有一名小儿心脏专科专家 邱夫雷达就说 那过去一个月有超过20宗严重血管发炎的个案 是平常全年个案的六倍 他说第一个病例是一名九岁的男童 在3月21号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到医院求诊 那虽然当时新冠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 但是呢 他发高烧 低血氧 甚至检查显示 他的冠状动脉胀胀大 是严重穿起病的典型症状 但庆幸的是几天之后 小朋友的情况就好转了 那这名心脏科专家也表示 只有少数血管发炎的婴儿确诊新冠肺炎 而西班牙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儿科心脏专家 也向他表示发现了类似的病例 那不管怎么说都好 川起症跟新冠病毒之间是不是存有相关性 各国的医药专家现在都还在积极研究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